我想我們也是時候鬥一場 未是時候 為甚麼 不適合聽的話 你想不想聽 你說吧 其實我剛才試了你的手機 你不發現側開的LCD 無論自拍或拍方都更方便嗎 雖然你的Z50有手柄是比較差 兼且是還有來自閃光燈 不過我的手機的外形又夠文青 兼且還有七種顏色選擇 可以讓你出街襯衣服 除非你克服到這件事 不然你是不能跟我的FC鬥 除非你克服到這件事 不然你是不能跟我的FC鬥 Hello 我是Kathleen 我是今天的模特兒 我喜歡拍照和被人拍照 好啦好啦 大家還記不記得今天我們要介紹些甚麼呢 就是很有文青味的ZFC 我覺得這兩部有甚麼不同 其實它的外表真的很像 但它這個就有錄影 因為這裡有一個錄影仔 這個應該要捲片 這個 這裡有一個Digital的螢幕 可以調校光圈 這兩部相機整個外形的線條都很像 不過始終ZFC都是一部掃碼機 所以它的按鍵安排上面 都是有些不同的 建議它最好給我拉菲林的肝 我會更加開心 這兩部相機 你一看就知道有血緣關係 這兩部的官方的職員跟我說 不想將它們兩部好像很相提並論 但你一看頂部 你就知道是有疤痕的 最不像的我覺得就是 這個塞卡鍵 它那個快門釋放鍵 這個是有一個孔孔給你插 這個塞卡鍵 這個沒有的 這部有甚麼像 它連標籤都不像 我找不到有甚麼像 這兩部機有甚麼像 沒有東西像 不過功能就99%像 這兩部機最像 我同時說鏡和 其實這兩支是一樣的 不過這個銀色是黑色的意思 最不像是 其實整個都不像 但有些細微的地方很不像 就是這個 這個是正方形 這個是圓形 還有這個很容易掉出來不見 這個很難拔 這個很難不見 說說玩法 我們就找Catherine拿著ZF-C JB就各自用Nikon的Z50拍照 看看大家怎樣拍出文青美 稍微一點點 好 OK 我稍微移動 拍照 就是這樣 對 OK 或者試試這部機 這樣 對 OK 轉過來這邊 即是我要這樣 對 OK 對 這裡的蓋子也是開的 對 對 我覺得你低炒也不錯 不是 是時候知道 哈哈 我從這邊拍過來 你們會怎樣坐 這個螢幕也是 F-C好像好之 有得即感 反出來 這裡就 橫線就可以 打直就 好 真的 繞了 有陣風 挺好的 對 搓頭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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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哈哈 不知道你們有覺得誰拍得好一點呢 試完影能清未 當然要用ZF-C拍些照 晚安 好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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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hi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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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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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vin, 我们现在用一个Z50来拍摄 其实你的眼睛是看着它向下这个LCD 因为它认识到一个人,我的头大一点 对,它自己夸着你的头 最重要的是我戴着口罩才认识到我 对,大家可以看看效果是怎样 大家看看这里,多漂亮 小心进入镜子 这个地方我只是第一次来 对,现在对到你的眼睛 对,但问题是我们现在用ZFC来拍摄 因为它的颜色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画面质素应该差不多 但大家应该会看到我们 对眼睛是不知能看到哪 因为我们是看着LCD是旁边的 对,这个就是它的分别 而且我自己感觉到这部相机应该会震 因为握上手是过步握的 对 又是我带大家游花园了 哈哈 但这部相机好像追踪得好一点 就是感觉上的 很热 整个拍摄是怎样的感受 很热 但我也觉得是可以的 一些风这个位置也挺好 你这两个拍你的人是什么 拍我的人 首先就说一下 刚才Brian拍我 对,他很好 他叫我摆姿前 他会先扮演给我看 所以都不错 指示都清晰 接着Jeffrey很细心 首先去视察一下环境 才叫我过去 所以都不错 而且我最喜欢一样 就是他会给照片我看 拍完之后会给我看 究竟拍成怎样 不错 很好 刚才你有没有试过拍VLOG的感受 对 我觉得他追焦的感觉好像好一点 ZFC 对 ZFC 他好像敏锐一点 追到我的眼睛 起码看到我的人 而另一部 是很握手一点 因为他有个币 这样被我握住 就会 好像比较稳一点 那个感觉是 你有什么改善 下次 下次可以找一个有冷气的地方 哈哈 说说而已 OK的 这些我也可以的 他有遮掩头 Catherine 其实跟他比较相似 但印象中很少 在这么热的环境下 跟他拍片 但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典型 是不懂得出汗的模特 看真一点 他衣服的背部都濕了 在外面 好像不懂得出汗 但我已经被焗到 全身 全头汗了 最重要的是 他可以低炒 也不丑样 哈哈 哈哈 这些天气 无论如何 虽然有美女 但是 我都会觉得很辛苦 因为 站在那儿 坐在那儿 走来走去 无论如何 我都会流很多汗 Catherine 我就跟他合作了很多次 但是 好像今天这么热 都是第一次 但我觉得他整体态度是可以的 唯一 就是 我觉得他的外形 都不够文青 不是很配搭 有些人说 ZFC 不做Full Frame 要APXC Full Frame 好像跟以前 那些 舊的菲林机 原汁原味 但我觉得 如果你Full Frame 搞到一部机很厚 很大部 就不像以前那些 菲林手动机 现在做APXC 但价钱又不贵 受欢迎程度 就自然大大增加 我觉得是一个好的策略 你说ZFC 拍Full Frame 不够做吗 我觉得他可以的 起码咪他也能够 亦都是拍4K 就不用Crop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说 用来做一个Production 来计 即我们喜欢拍摄 来计 他可能就有些 少少不够用 比如说 鎖又没有 亦都是H264 亦都是一种 压缩母H.265 这种 格式上 就会粗一点 它是没有机身防震 只有镜头防震 你可能加上电子防震 但它拍出来 都会防震方面 相对上没有那么完善 所以你说 在Production方面 会差一点 买这部机 相信就不是很 Focus画质方面 因为大家都 我们这次测试方面 都叫做 试一下画质 大家都期望到 跟Z50 就差不多一样 今次我们在 日光日白的环境之下试 但上次Z50 都试过在一个很高 ISO 很暗的地方 去做一个试用 如果大家想看 高感光的表现 就可以看之前那段片 至于你说 现在炒成这样 傻的吗 这部机没什么功能 跟Z50一样 但价格转了 你说定价比Z50 是贵一点 但它有一个 向传统致敬的元素 但价格转了 但价格转了 其实我还觉得 如果定价更贵 我都觉得OK 其实都挺热 我都是肥子 快捱不住 让他回公司说 玩完ZFC 其实跟我自己预期 差不多 因为功能 和Z50 基本上完全一样 可能是对焦 功能上差一点 但是操作上 始终它有些 扮装了一些 舊的片机 操作上 可能就差一点 但我觉得 最多朋友 有问题的 就是他用了APX 的规格 但我自己觉得 没有问题 因为相对便宜了 配合DX的镜头 更加设合 机身的尺寸 整体来说 我觉得都OK 而且因为它的机身 比较轻巧 现在配合DX的镜头 的时候 我觉得更加合适 整体来说 这部相机 都是比较放回 一些比较MASK的市场 我觉得宁愿它便宜 一点 轻巧一点 我会更加开心 像现在这样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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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